特殊时期啊能够一直坚守在这里和所有的说天下观众们一起分享时事大小新闻 说实话我很享受这份快乐 对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 累也是一种幸福 好了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 4月4日凌治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173例 无症状感染者15239例 其中上海13086例 吉林1680例 4月4号临时至24时辽宁省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 为安山市报告 新增5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46例 含8例外省关联病例 安山市报告5例 营口市报告3例 昨天沈阳又进入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不少居民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都收到了一份小礼物 有送盐的 有送挂面的 还有送药的 还有送这个蔬菜的 这总而言之呢 都是和现在的生活特别的息息相关的 这些我其实都能理解 可是这个送搓枣筋的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这有啥不能理解呀 妥妥的东北风吗 就说到这个 我就想起来我自己的经历了 怎么着 以前呢我到这个南方去旅游 就想自己搓个枣 我就到这个超市呢 去买枣筋去了 但是你说啥你也找不着啊 这枣洗的都不痛快 那会儿我是多么怀念咱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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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强劲去灰能力的搓着筋呢 让你这么一说啊 确实让人感受到了东北的特色啊 对吧 礼物呢 虽然很小 但是相关部门的这份用心我们都感受到了 哎呀 这疫情当前呢还是不能疏忽啊 必须得跟住防疫的脚步 昨天呢 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第299场新闻发布会 这会上通报 有10名新增的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当中 其中8人都是专营韩国进口服装店的店员和同住人员 江苏长熟在4月2号通报的一例确诊病例当中呢 也是在他的衣柜内 四份网购韩国的卫衣检查出了阳性 经过综合分析呢 这例疫情与网购韩国服装是有关系的 辽宁大连在4月2日通报 说新增新增的一例阳性感染者基因序列 与本轮疫情和既往本土及境外输入病毒毒株不同源 结果发现呢 它是一家经营韩国进口服装商店的店员 不排除因接触被新闻病毒污染的进口物品感染的可能 此外在浙江杭州 渠州开化县发现的病例也与经营韩服和欧服有关系 这不仅仅是韩国服装啊 最近呢 北京通州顺意的香蕉摊位环境也减出了阳性 并且呢 并非冷冽 相较于原始毒株呢 日本研究人员有实验表明 奥密克戎在塑料表面可存活8天之久 此外呢 在人体皮肤模型表面的存活时间也是奥密克戎最长 由此可见啊快递物流的运输投递以及签收等环节的安全问题都得引起注意 那虽然呢奥密克戎的带毒留存时间更长是实验室条件下的结论 但是大家伙呢也得注意对快递表面和手部进行有效的消毒 这带着快递内容物回家的过程当中 尤其要注意不要用接触过快递的手触摸口鼻 那么回到家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清洗 感谢观看